这是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比喻吗 是吧 讲了一个人 前面有这种张力 其实耶稣周边有很多这种伪善的 窥探他的 没有怜悯的 却讲什么实戒道德伦理的吗 那耶稣说 那个少年人 实戒你晓得 前四戒根本就没提 提了与人的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等等 不可作战争 爱邻舍如同自己 然后他就说 那么到底这个 谁是我的邻舍呢 然后就导入了这个事件嘛 耶稣就讲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一个故事 然后重点 是回应谁是我的邻舍 那其实我们表面来看的话 邻舍是 那个怜悯我的人 才是我的邻舍 不是法利塞人 不是那个祭司 不是立位人 直接先打了他们两个人 两撇子 他们很以为敬钱嘛 先打了他们 然后真正怜悯人的人 才是我的邻舍 爱邻舍如同自己 那耶稣是不是教导我们去 爱那个怜悯我的人呢 这个很明显不是 实际上是教导他 你要照着那个怜悯你的人去怜悯 反过来的说 对于被打伤的人来说 怜悯他的人是自己的邻舍 那对于我们这些施育者呢 那些打伤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 需要我们照顾的人是我们的邻舍 既然是邻舍嘛 相对的嘛 对不对 我住在你家 我是你的邻居 当然反过来 你也是我的邻居 我也是你的邻居 对不对 真正教导的是 看见那些有需要的人 他们就是我的邻舍 谁是我的邻舍呢 爱人如己 真正要说的是 那些在你身边需要的帮助的人 就是你的邻舍 重点是讲这个 所以这就是文脉很重要 到底这个诗 这个比喻在什么情况下说 他说的意图和重点 从比喻本身找的同时也看 他在什么样的这个 谈什么主题的情况下 说出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文脉嘛 前后文发现 他原来是要解释这个问题 你广发现了这个 我的邻舍 那些有需要的怜悯 那问题我们去实践的时候 就像那个主王似的 我既然怜悯你 你不当怜悯你的弟兄吗 真正让我们这样去实践的时候 我们怎么怜悯 就涉及到了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耶稣那个时代 耶稣对当时的人讲的时候 那个时候耶稣还没上十字架呢 救恩还没完成呢 耶稣上十字架复活了 应许圣灵了 OK 福音完成了 信福音的人获得这个新的生命 虽然十字架之前 我们信也是一样可以得救的 获得新的生命 圣灵的更新和重生 但是我们当实践连绵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实践的根基 就是救恩 单凭我们自然人是没有办法完全真的遵守神的命令的 对不对 所以发现这个经文它要讲什么 然后到那个讲的那个事情 如果是个命令的时候 那我们如何去实践那个命令呢 一定要和救恩联系起来 就像罗马书一样 一章到十一章 然后十二章开始 所以弟兄们 为什么 凭着神的恩劝你们 这个行事为人应该与蒙昭的恩相称 和以夫所书四章里面谈到的一样 就是我们行事基于已经领受的恩典 没有救恩的恩典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遵循 真的意义上的遵循 律法上的教导或者神的旨意 那些道德命令 所以这是从幕会的角度 从这种新旧约 旧赎历史 这个救恩的成就 为什么旧约的百姓失败了 除了他们对律法的错误解释以外 还有就是 他们可能缺的就是 那个遵守律法的能力 律法本身没有给我们遵守律法的能力 需要圣灵嘛 对不对 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已经解释的问题 罗马书里也解释了 所以处理这个问题 当应用的时候 我们要谈到神的怜悯 基督里面彰显着神的怜悯 然后我们如何去怜悯别人 明白神对我们的怜悯 靠着这个恩典和神的灵的帮助 我们才能够去怜悯别人 赦免我了 我也赦免别人 饶恕我了 我也饶恕别人